大家好 我是来自越南的川宝 你们知道还有大概10天左右 就到这个世界杯预选赛 中国队对越南队 我相信很多很多中国人也是很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我们越南这边是非常非常多人 就是很期待这一场比赛的 我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期待这一场比赛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越南这边有踢球比赛的时候是有多么热闹 然后大家就是有多么喜欢这个足球 根据这个调查 越南人中有85%左右是喜欢看足球 然后球迷中是有三分之一 第一是热狂热狂球迷 我觉得我也是喜欢 我是属于一个热狂球迷的 我本来是一个喜欢踢球 以前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在我们我们学校里的踢球队 我的足球偶像就是西螺 现在我穿在身上这个就是越南的 越南球队的衣服 尽管越南在Z组最后一场比赛中 以2比3赋予阿联球 仍然越南赢得了2022年亚洲世界被运选在第三轮的门票 这是越南历史上第四 越南能打进亚洲世界被运选在决赛圈 然后呢 越南也是2022年亚洲世界被运选在最后一轮 东南亚的唯一一个代表 好了 现在话就不多说了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在我们越南每次有这些足球比赛 我们这边是现场是什么气氛 开始了 在我们越南每一次有足球比赛 不管是大还是小的城市都是这样的气氛 满街上的都是人 从小孩到老人 各个都是非常的开心 他们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广场 或者是那些比较大的店里坐着一起看球 穿上这样的衣服 脸上都是贴着我们越南的国旗 坐在那里鼓掌我们的球队 赢了以后他们就是骑摩托车开气车 然后开始在街上逛来逛去 祝尽我们的胜利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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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也是一起在街上这样跳来跳去住进这个我们的胜利 我们会坐在我们一起坐在这边的图上 我们的感觉到这边上有点好 因为气氛是在小类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